潘维宁 刘瑞再三保证不越雷池一步 温柔才勉强答应与她共处一室 哦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您确实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 但我刘瑞也是一个有教养有底线有节操的三有青年 我不会越雷池半步 那好吧 也只能这样了 我先回房间了 温暖跟着湛南贤走进一栋别墅 湛南贤问道 不知此处与温暖的想象可有出入 温暖感慨这里的一切的确与自己的话一模一样 湛南贤便提起了当年分手之事 因为温柔的告白 温暖就这样一声不响地离开 这对湛南贤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温暖泪流满面 其实自己这七年也同样痛苦 湛南贤哽咽道 温暖实在太自私了 今晚哪里都别想去 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次日 温暖询问别墅的保姆欢姐 为何这里会有许多符合自己尺寸的衣服 欢姐回答 这些都是湛南贤准备的 这处别墅建造也有三四年光景了 是湛南贤对一个女孩的承诺 湛南贤告诉高坊 自己带温暖去了洛阳道一号 这一天让他足足等了七年 高坊则劝告湛南贤 趁早和温暖解释清楚所有屋 欢姐带着温暖参观别墅 温暖心中感慨万千 这是他与湛南贤曾经梦想中的家 没想到在这七年里 湛南贤将梦想变成了现实 想到这里 温暖不再听欢姐介绍 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朱灵路一心想调查潜宇和王教授的事情 便想和温暖谈谈自己之前拍到的合同 当朱灵路赶到温家时 正巧温暖也赶回家收拾自己的画册 里面都是湛南贤的画像 朱灵路看见这些画像 情绪失控 激动地阻止温暖去找湛南贤 然而温暖自从看了别墅的布置 便坚信湛南贤还爱着自己 两人大声争论 温暖提到朱灵路曾为自己在前与投简历一事 可朱灵路对此一投无数 那简历根本就不是他投的 朱灵路见状 便决定要让温暖看清湛南贤的真面目 他给下属发了合同照片 打算以此作为前与和王教授思想收受的证据 医生告诉薄一新 他父亲的病情虽然得到控制 但还是需要家人陪伴 于是薄一新便去探望父亲 父亲握着女儿的手 还想着要为一新留嫁妆 这些嫁妆对薄一新而言显然微不足道 但却代表着珍贵的亲戚 好了 这集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预知后事如何 请锁定腾讯视频 搜索温暖的闲 速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